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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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风以后呢 那时候我在病床上 很多人给我很多资讯 不见得完全正确 所以大部分的人呢 不太了解怎么回事 所以我希望办这个 因为五月是中风的 Awareness Month 就是中风的防治月 那我希望有机会呢 能够contribute一些 回到我们的community 所以我希望有一些中风患者 跟他的家人可以来听这场讲座 那这场讲座呢 我有请了那个 当然吴医师 是我的大恩人 我要请他讲一下 他怎么治疗我的这些过程 Maybe 对这些患者有一些帮助 那另外呢 我也有做Stan Seal 我找陈永光医师 还有找我的复健科 在Forser City 瓦利 Obandy 我的复健师 过来讲 那同时呢 我找徐迪 在Kaiser的Speech Therapist 他有帮过我的忙 另外还有找一个Nancy Liu 美亚复健中心 他是Medical Social Worker 所以很多中风的人 如果很厉害的话 他可能需要Home Health Care 他没有办法去医院做复健 那时候他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非常好 我觉得我们的社区实在是很幸运 又有医师 又有像Ivan这样子发心 要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中风有办法预防吗 吴医师 有办法的 首先你要了解这个中风 就是他们以前讲过 有人叫谈笑用兵 就是他说话说话 突然舌头发短了 或者是眼睛好像看不清楚 或者这一让他用东西 他好像这手不对了 那就有可能要中风了 中风的先照 先照 但是都是一边 所以要小心 那如果自己有这种情况 有没有哪些穴道或动作 可以让他缓和下来 可以的 如果说晕得很厉害的时候 可以让家属用那个缝衣服的针 在十个时手指尖上放血 这大家都可以做到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拿一个圆珠笔 或者说拿一个筷子 顶到这个小脑心去 这是我写的 就是小脑心去在臭脑勺这个地方 顶住以后 因为我有这个经验 舌头发短说话 讲这样的课突然觉得不对 自己顶住以后 大概一两分钟以后缓解了 他那个脑血管痙攣 他就松开了就没事了 如果中风发生了 那这个病患 旁边的人是不要动他的 轻易不要动 就让他进卧 然后马上到911 然后过来以后 他们有professional人来处理 把它越早抢救越好 是 因为脑血管一旦出血的话 大概超过八分钟以后 就有时候变成一个不可逆的运转 所以以外是非常lucky的 非常lucky 好心有好报 对 那所以在柜诊所里面 也有很多中风的病人 有有有有有 那这个最后痊愈率大概有多少 痊愈率Depends Depends 但我有一个病人 就是西医已经做了手势 一看打开以后 他就缝上 他说已经不可能好的 昏迷的 但是我把他救活了 就是因为当你的深层自我修复系统激活起来 很多问题可以逆转 那我在那天5月2号 我也会讲一下 这是我那本书 就你怎么来跟着太阳地球的场 来调整你的失调的生命运动场 然后把你身体处在一个健康长寿的状态 是 谢谢吴医师 谢谢Yvonne 欢迎观众朋友踊跃报名参加5月20号 在Cupertino Queen Lane Center 举办的这场座谈会 感谢二位 感谢 观众朋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 接着还有另一段精彩的访谈 不要走开 好 好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